台湾汽車資訊網 小老婆信機車資訊網的網友大家好 我是大魔王Singer 今天是下雨天 為什麼我們在這個天氣 要拍個影片跟大家說 hello 因為在二月底的時候 YAMAHA進口了一台 300cc的黃牌速克達 當然這台車的進口 其實對台灣車司造成不小的衝擊 包含它的售價 包含它的配備 所以我們今天就趁這個天氣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這台車的一些心得吧 XMate 300這台車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於它的配備 除了我們常見的ABS系統之外 它還多了TCS 我們叫做Traction Control System 中文叫做循跡控制系統 這套系統是它會偵測 當你加速的時候 如果後輪產生大滑現象 它會立即的介入引擎 然後把扭力降低 讓你不會我們所謂的動力滑胎 當然如果你是跟RAX一樣技術很好的車手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關掉 然後做出美麗的動力滑胎 不過請記住 並不是每個人都是這麼厲害的車手 所以這個系統的導入實際上可以保護更多人 更多騎士的安全 XMate 300的騎姿大概是像這樣子 就是腳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那如果你是長途去身的時候 你可以腳放在前面 比較休閒的騎姿 上半身騎姿是相當正直的 所以其實騎姿還算舒服 不過有一點我要特別跟各位分享 是說它的座高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腳的部分 其實是有一點踮腳 所以身高比較矮的騎姿 我們建議實際上上車試試看 這個高度是不是適合 這台車它原廠配的煞車拉桿 其實是不可調適的 煞車手感部分 在我們現場的測試 是覺得稍微偏硬了一些 不過我想很多人買車之後 都會做一些改裝 所以這個部分 我相信不是太大的問題 不過這個手感 是不是符合各位的需求 我會建議說 實際到店頭 試一下這個煞車手感 我覺得會比較有參考價值 因為它是上懸吊設計的關係 所以在加速的時候 後面屁股是會抬起來的 那這個部分的表現 會跟我們大家熟悉的Yamaha 會有點不一樣 所以這邊可能需要大家 稍微再適應一下這個狀況 X-Mate 300的儀表 兩邊是雙環表 那中間是液晶顯示的部分 那液晶其實可以分成三塊 上 中 下 那當然左右這個部分 左邊是所謂的油表 右邊是手油表 那上面的這個顯示呢 其實它有很多種不同的顯示功能 譬如說上面 現在看到的是平均時數 那你可以改成 這個是室外溫度 目前是21度 那還有現在電瓶電壓是13,900V 那包含TCS這個開關 那TCS現在可以看到的TCS是ON的 那如果長按之後呢 它TCS就可以被關閉 大家可以看到TCS OFF 然後左邊會亮TCS的燈 表示現在TCS是關閉的 那這個時候呢 大家可以做出一些比較特別的動作 不過請記得安全性非常重要 那再來這個就是平均油耗 那目前的數字是26.7公里每公升 那這個是換成每公里幾公升的方式 那因為為了符合歐歐歐歐歐歐跟美國 大家的用車習慣不同 所以它做了兩個不同的標示 那下面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常見的就是總里程啊 然後你旅行trip的旅程 然後旅行的時間 那還有機油更換 那還有YAMAHA非常貼心的 做了皮帶更換的指示 所以這邊告訴你說 你皮帶用了幾公里 然後是不是要做更換 這個TCS系統ON的狀況下 我們原地架起中柱 然後灌油門 好大家可以看到 TCS的燈是一直閃爍 告訴你說現在在介入 然後TCS就被強迫關閉 因為它這套架是有問題的 聽一下引擎的聲音 我會讓它可以看到 你看到這條路上裘的軌道